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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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想跟你說 我好喜歡你喔 天啊 天啊 遇到這樣子的事 我怎麼辦 我直接回答你 不可能 會不會 我們主持這兩年多 會不會有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分析這件事情 你不用分析 你會不會這樣 突然有一種 在某個時刻的時候 對 時刻 有個別人 那種曖昧的氛圍 我對我愛的人忠贈不惡 我也是啊 所以很難 那還幹嘛問我那麼難 我問你 你有沒有那個時刻 我喜歡你嗎 對啊 每天 每天 好可憐 這種男人的甜言蜜語 不要被這種人騙 他要騙你的 是身體跟甜才 最可怕的是 真的不要身體 只要錢 沒有 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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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老 沒老 你怎麼說什麼 很好笑 很老 很老 真的太壞了 不過我們今天要聊的是 辦公室有這種更麻煩 剛剛這個模擬情況巨額 就是說萬一在工作的場合 你的工作夥伴 你又得必須繼續面對他 他又跟你示愛 你怎麼辦 這很麻煩 對啊 這還不好閃 不好閃 而且閃得不漂亮 你倒楣 我老大 今天有主管示愛的話 你這個搞不好影響到深淺 對 對 更慘是沒有討論 對 最近有激烈的討論 來歡迎我們激烈代表的來賓 首先第一位 曾經是上輩族 也曾經被人示好的辣媽 余皓然 工作中有人跟你示愛 代表你人人好 但這不真的是好事 歡迎辣媽 皓然來聊聊 對 親愛一下 對 安誠從頭到尾 都是別人向他示愛的 成功了 好 好 好 有人追 當然是好事 可是小心碰上爛桃花 那你就倒大眉了 徐老師 我愛你 你是爛桃花 我不會 我不會那麼吵白 你說我可以 我不接受 你不要浪費你的感情 我跟你講 人情 每一個人要在外遇之前 都會重複這樣的話 不可能 我是中生的 我是冰青的 我是玉潔的 最後呢 最後還不是 初蕾 還假 還假 初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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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下一位 這個 請看這樣子 真的 被公開示愛 對啊 飽受公開示愛困擾的 少蕾 長情入獄 這個 已婚的青年男女 請記得 紅圓絕對不是禍水 是你包藏禍心 才會有禍事發生 驚慨 看戲演藝圈 男追女 女追男生態的資深媒體記者 呂文文 大家好 第二顆男男女女雙雙 對… 很正常 但是有沒有查進去 對方有沒有老婆 有沒有老公 我跟你講 那就獲釋上身囉 對 不要操 我要先問一下 辦公室面前男女 但是為職場是加分還是扣分 你們來說說 班傑 我覺得是加分 尤其是那種進職場的菜鳥 一下子就被老鳥追走 之後牠的工作一定會很順遂 因為老鳥其實會很快 就帶入牠這個環境 要追成的關係 就是菜交號被 老鳥追菜鳥 對 那就是高層對詩人對不對 這邊是說 如果高層猛線殷勤 四乘六的被追求者會接受 四乘六的被追求者會接受 四乘六的高 快五乘六 在各方面覺得也不錯 對啊 怎麼都不懂 牠就一直教你 這個不錯 對 那我覺得的話是扣分 因為如果有吵架 或者是分手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就會影響到公司上班的情緒 然後 我覺得還是公司分明這樣會比較好 是 一開始可能好 那姐姐已經講到 後面會發生的事 後段 這個很麻煩的 對不對 所以這樣等於說 正反兩面的情形也都有 對 我以職場當老闆二十年的經驗是 每每有辦公室戀情 我就有損兵折交 所以一定會發生 每每是你的員工 每一次就每 所以說我們每每有辦公室戀情 練谷 那就是為什麼不會愛上你 我還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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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講正經的話 我還不理開水面 好 所以一定會有一個種 那也許我才輸血淺 最起碼我每次處理的都是這樣 你雙方老闆的愛將 然後你怎麼留 一定會有一個說待不下去 那有沒有步入禮堂呢 真正 我上次有講過嘛 總共只有一個嘛 有一隊 可是那一隊 我前陣子聽說也 超可愛的 真的 那只有一隊 這個步入禮堂 還要有時間的考驗 對啊 對啊 不過不管怎麼樣 萬一真的碰到有人 對你示好示愛 有三種情形 我們要怎麼樣來面對 好 首先第一種 如果是你的屬下 你的下屬 你要帶兵對不對 但是他跟你說我喜歡你耶 這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看到的情形是 公司不分明同事閒話的 對 對 因為像我朋友 他是一個長得很帥的主管 然後他的女生的同事呢 就非常的喜歡他 可是那女生同事 他明明就有男朋友 所以他常常就找到那個主管 就跟他講說他男朋友的壞話 說他能不能像豬啊 他男朋友很笨啊 然後就一直不斷的批評他的男朋友 然後他就說 如果我男朋友像你這麼帥啊 如果像你這麼有智慧 這麼有錢的話 你只要告訴我 你喜歡我 我就馬上跟他分手 就跟你在一起 然後就 在大家面前講這種話 然後大家都以為 就明明就是這個女生騎驢招嘛 可是大家都以為是男生要介入 就跟那個女生之間的感情 然後這男生就覺得太困擾 最後就掉部門直接離職 對啊 對不對 公司不分 對啊 皓然姐妳有碰過這個嗎 我以前做業務的時候 其實碰過男業務員 因為你知道男業務員 他一定 他客戶很重要 主管如果分給他好的客戶 他的業績就會比較高 那碰到就是說 別家公司的主管 然後女生年紀比他大 長得也不怎麼樣 可是他就是一直在追那個女主管 甚至會幫他準備一些那種 午餐啊晚餐啊 然後就跑得很齊 有時候也會利用公司的一些經費 他會去請那個女主管吃飯什麼 可是後來他們真的結婚了 結婚之後男的也離開了那個 廣澳公司 然後女的還經援他 讓他出去開了一家餐廳 那個說成正果的 對 到現在婚姻都還在 這是真愛 我覺得 我覺得 那為什麼那個表情 我覺得當初我們外人看 覺得不是真愛 因為那個女主管的各方面條件 都不優 那種年紀又大他很多歲 但女的就是有權力又有錢 然後男的也甘於做那種小男人 一直到現在有了孩子 那女的你看也出了很多錢 幫他在外面又開放了一個事業 可是在當下就會被很多的 是同事嫌言嫌語 覺得說你好像為了就是 少奮鬥幾年 然後願意找娶一個 比你年紀還大的那種孩子 應該是這樣 有時候上班的時候要嚴守奮計 如果有時候稍微越雷詞一步的話 有時候就會出大問題 我個人是有切身之痛 你被 你跟人家表白還是你被表白 我被人家表白 屬下 人家喜歡你 對 但是這也要怪我 所以我說不能一味的去怪跟你告白的人 因為你如果沒有先釋放出那個電流的話 那他怎麼會覺得說你對他有意思呢 不能怪他 那有時候會怪自己 對 我是試責 因為後來亮成一場悲劇 當然不是尋遲尋活那一種 總之他也離職了 那個時候我是他的主管 所以我們經常要一起加班 凌晨三點了 他家住新莊 那我要不要送他回去 這是一個很大的抉擇 他送他回去就會被嫌言嫌語 其實就會出事 可是我覺得要的嘛 要不然怎麼辦 叫他坐計程車 是 那我一坐計程車 這當中發生什麼 又外線 又會內疚 對啊 那不是更大的遺憾嗎 然後我在從台北到新莊的路途當中 有時候男人會期待念 就是覺得反正 有一些畫面會見 對啊 然後 他就加檢聊個天吧 問他的家事 背景 為什麼進這一行 然後他就會跟你說 你這個車子的排檔感好特別 然後他在那邊玩 我說不要玩 然後他就回頭看著你 然後插個眼睛 然後我們也 那這只是 只是 我個人認為只是一個小情趣 愛美人 可是女生 女生沒有像男生想得這麼單純 他就覺得說 你半夜三點要帶我回家 又在車上跟我在那邊 觸碰 調情 對 噹噹 好啦 是不是 他就認為說這個當中有情緒了 從第二天來上班以後 他對我的態度就會不太一樣 他覺得 是不是我在追求他 然後呢 再幫我買吃的 買喝的 開會的時候呢 因為他常常 他習慣性的坐我旁邊 不曉得他跟同事們講了什麼 好像每次同事們 就有點故意 留那個空位給他來做 然後呢 他有一位 然後我在那邊講 他手上會有資料 然後他有時候呢 就拿筆在那邊寫… 然後就給我看 就問我晚上要吃什麼 不然就說 什麼…電影很好看這樣子 我當時也沒有制止他這個新聞 接著呢 他開始呢 會直呼我的名諱的 玉琳 不是玉琳 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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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是在我的辦公室 那時候我已經是一個 算是大主管了 有自己的辦公室 一開始只會在我辦公室叫 玉琳 玉琳琳進化到鈴鐺 鈴鐺 對 她進來 鈴鐺 然後BANZ在公共場合也這樣叫 那時候我就警覺到這個事態 這個發展有點偏難 不太對 因為同事們會虧嘛 而且好像把我們做到成一對 然後呢 這樣子發展下去 終究不是辦法 可是而且那時候 我已經喜歡上另外一個女生了 這個是最主要原因 那是重點 而我一直不敢把這個女生 帶來辦公室 因為我已經可以預期到 會有什麼災難性的後果 這個女生在她樂觀的外表之下 我知道她是一個大醋攤子 可是女朋友會一直說 來你公司坐坐 怎麼樣 或者順便來你公司一下 這個是制止不了的 終於有一天 我就讓這個所謂的新歡 就帶來公司 我永遠記得那一幕是 當她在門口出現的時候 那女人的滴油感很神準 她也許是我的朋友 也許是客戶 但是女人總是知道 她跟你一定是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直覺 所以我這個曖昧的下斧呢 一看到她 你可以感覺到她的頭頂上 是有一陣雷電 然後接著呢 就開始上下打量 女人對 對方有敵意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上下打量 嗯... 嗯... 就上下打量 然後接著就講悄悄話 一直就說 可能在講說 說那是幹嘛... 那個沈玉琳的誰...之類的 我從那以後不得了了 只要我這個新歡來公司 他們女人會結成一幫 然後拚命講她的壞話 然後她的 連她跟她好的姐妹她的同事 都會私下說 玉琳哥 你真的要跟那個人在一起嗎 她很三八吧 氣質又不好 那不適合你什麼幹嘛的 後來有一天我受不了 真的就 推開那個辦公室的門 我說你們在辦公室 我跟那個人在一起是我的自由 你們不要 吃不到 吃 愛我不到 就 愛你賣到就走你去死 這樣子 那個曖昧對象本來整理代資 她聽我這麼講以後對不對 淚如雨下 接著把飯帶拿起來丟地上 本姑娘不看了 然後就NO了 接著打電話 叫她的姐妹她幫她收 那個辦公室用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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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睡著了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我看那麼多 尤其在演藝圈 我覺得說 你面對所謂的 因為也不能不單是下屬 不要是助理 還是粉絲 有沒有 粉絲的那個追求的時候 你要怎麼面對 怎麼處理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高的技巧 跟一個你一定要去面對到的問題 我先講一個就是 曾經有一個大哥 主持界的大哥 他應該這樣講 那時候報紙突然驚爆 就是說有一個女歌迷非常憤恨 然後所有包括 他去就是說 他幫他在T恤上面簽的所有的 他的名字 然後所有的小日記裡面 然後記錄了所有 點點滴滴 說他跟這個主持大哥如何又如何 然後他們非常的親密 那時候其實真的鬧得沸沸揚揚的 然後甚至就是說這個大哥已經 就是兩個同居在一起了 大家覺得 哇 一個主持界大哥跟一個粉絲在一起 其實那時候真的是一個話題 而且那個最主要是那個粉絲指控這個主持大哥 面對主播的勾引 吳孝辰竟然無法招架 然後最入骨的一句話 到時候聽完之後 這個戲裡面有點挫到 你知道為什麼 他都講過我跟妳講 他都說我喜歡 我是做長官大朋友 最主要是那個粉絲指控這個主持大哥 使亂中氣 所以那時候大家覺得 哇 那還得了這樣子 然後後來怎麼去釐清 那個歌迷說我是愛他的 而且我是真的付出真心的 後來只好交給什麼 交給法律 因為羅生門嘛 大哥覺得我好無辜 你只不過是我一個歌迷 怎麼搞到最後是我使亂中氣 然後那個歌迷說 我愛你 我每天追星 而且你對我 特別投以關愛的眼神 當然就是這樣子 定義跟那個感覺不同 位置不同的緣故 後來交給法律之後 後來你知道嗎 多瞎 也只不過他 他是他常追星 然後可能那個大哥覺得他那個小 小妹妹很可愛 多給他一點關愛的眼神 多簽個疾病 他就自己幻想說 他跟他怎麼樣又怎麼樣 對 那大家就說 因為那個報道裡面還貼出那個 還拍出那個女生的房間 臥室 全部都是他跟那個主持人的合照 然後有這樣很奇怪 就是大家會去聯講 因為在臥室嘛 就搞老萬天 反正都是他自己編織出來的一個夢 所以這個怎麼樣 這個不好處理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你到底要不要去碰 我在幾年前 我曾經去採訪一個男藝人 那時候我一進到他辦公室 突然一個女人瘋狂似的 對我衝過來 突然就說 這漂亮的女人 我今天一定要跟你算帳 這樣子喔 真的衝過來 我嚇一跳你知道嗎 因為我那時候 只是去採訪新聞 然後那個男藝人 就躺在我們中間 就說你幹嘛 你不要這樣 他是記者 他說不可能 你是騙我的 我跟你講 狐狸精都長這個樣子 所以我是狐狸精 我跟你講 我一看就知道 他一定跟你們一樣 我要講的也是真的 真的 真實的說 沒事 你講你的幾個字 好啦 我們就在做什麼 我跟你講 他就一副就篤定 他就說 你不要 就我們剛剛講女人的直覺 他不知道哪來的直覺 他說我一定跟那個 我是那個男藝人的女朋友 所以他的心歡 所以他說 所以你不接我電話 所以你不理我 我今天要跟你算帳 他就一直要衝過來 抓我的頭髮幹什麼的 然後後來那個男藝人 就一直說 婉婉你不要理他 他只是我一個瘋狂的粉絲 他每天來我辦公室 在那邊等 讀我幹什麼的 不要理他 可是我跟大家講 這個後來經我查的結果 因為我一直覺得 不可能有一個粉絲瘋狂到他 對 我就覺得案情不單純 一定有鬼 後來我一查結果 原來是什麼 因為那個男藝人 他習慣性的 只要粉絲過來是好 他一定 他一定不會 不會去落高 他沾一下都好 吃一下都好 然後來到公司應徵助理的 然後覺得 知道嗎 一個單身的男藝人 然後公司門面又這麼好 那個女生一定會心存幻想 然後再加上幾句甜言蜜語 他就希望成為旁邊那個人 他就拿來吃一下弄一下 很清楚嗎 男藝人兩個字 沒有 我沒有講 你講的 所以 比較不紅的那一個 所以後來 所以後來就變成 去查了結果 原來其實 這些可能都是他的冤親債主 就是真的跟人家怎麼了 人家放不下 可是我覺得這個到最後 都不好上後 真的不好 所以那次要扯我頭髮 那個就是 他就是去跟人家怎麼了 他就國外的好了 前一陣子 韓國很有名的那個男演員 他也是 我們這段時間遺漏了些什麼嗎 對啊 韓國也很有名 韓氣他很又帥又紅 對 他也是 類似這種 他覺得男懷女愛沒事 所以事後女生告他 再來被告 對 他整個演藝事業都挺重的 他長得很帥 很帥 設置頭上一把刀 不得不謹慎 孝成哥應該是常名師吧 其實我沒有跟你表白過下屬 其實權力是最好的一個村 保受被公開示 尤其是你知道你的位階越高的時候 你會發覺有一些年輕小妹妹 他們會對你 若有事物的 有一種莫名其妙的一種崇拜感 通常我把這樣的下屬分了兩種 一種他可能就是戀父戀母情節 他可能比較喜歡 比較年長一下這樣子的一個主管 讓我可以帶給他一些什麼人生的閱歷啊 或者一些其他 比較便利的一些這樣子的東西 他不用努力的這樣 那另外一種的話有沒有 是別有目的 就是他有所求這樣 那我過去在第二台 在當主管的時候呢 當時我的身材還滿像周潤發的 而不是像現在的郭金發的 對 今天大家都來抵車牛 不是嗎 我是不是要抵車牛嗎 對 等一下那個 今天像彭宇彥 他不能像周潤發 等一下余皓然就說 他自己已經自靈了 對 因為像彭宇彥 應該沒有差很多 三三相周潤發 我覺得那個謊言還OK 你像彭宇彥的長相 真的很認真 有點太誇張 太誇張了 真的 當時雙人像我發哥來 而且其實那個時候我有女朋友 然後我就碰到一個那個 剛開始就是 進了算是新電視台工作 大概不到兩年 那時候是接任主播 那接任主播都很希望 能夠把自己爬到專任主播 這樣的一個階段這樣 結果這個小女生呢 就叫做若有事 我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有點虛寒問的 每次中午說 長官中午要快到中午了 你要去哪裡吃飯嗎 還是我幫你買便當 那我們一般來講說 不需要 沒關係我等一下開會 他不然他就晚上說 喂長官 你晚上有沒有什麼事情 要不要自己出去吃飯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還愛你的 女朋友 而且不想亂搞的話 通常一般來就要拒絕他 一般來就要拒絕他 晚上有事情這樣子 一直到後來之後 他有一次 講最入骨的一句話 那時候聽完之後 我這個姓妹有點挫到 你知道為什麼 他說 是挫到 是小路亂撞 我是真的挫到 他就跟我講 長官我跟妳講 他都說我喜歡 我是做長官大腿有沒有 今天才弄到這個主播的位子 如果真的要做 做長官的那個大腿的話 我捏了當 我捏了當 我捏了做長官你的大腿 你知道嗎 他這話講的就是 好奇蹟 好奇蹟 他講錯你的大腿 這就比較暗示了 就明示了 所以這個已經明示了嘛 那你有沒有叫來 大腿 我剛剛講說不好意思 來耿哥這裡 耿哥 沒有那麼無恥 畜生來耿哥這裡 我當時有回答是講說 不好意思 因為我骨質疏鬆症 我怕你抓下去的時候 我骨頭會斷掉 這是一種拒絕了 就是一種晚去 後來他就直男而退了嗎 並沒有 結果他後來說 第二次的一個就是 有一次我們去 就是整個餐館中心去外面 去聚餐 去聚餐這幾杯下肚的時候 有沒有 他就開始就把我拉到旁邊 他跟我講他說 我知道你有女朋友 但是呢 沒有關係 我愛你的 我愛你跟你有沒有女朋友 這兩碼屎 你可以繼續教你的女朋友 跟我繼續愛你這樣 後來我就跟他講說很抱歉 我說真的 你在我心目中的 永遠是一個可愛的女神 可是呢 我們是沒有任何緣分的 我們晚上聽不太下去 其實 其實為什麼要這樣來講 當主管爬到一個位階的時候 有沒有 其實觀真很重要 你要是在這種所謂的 緋聞的問題上面 翻了一跤的話 其實是會死得很難看 真的 因為在過去的時候 在很多電視台裡 很多的主管 尤其高階主管 這是引以為界的一道防線 好不容易爬到這個位置來 突然那麼一下子的話 再跟頭下去了 比比皆是 我很多朋友都這個樣子 所以我會奉勸很多的那個 由於當主管的 年輕妹妹 青春了霸退 青春無敵是沒有錯 可是你要去想看看 你招架得住 招架不住 其實我很多朋友已經死得很難看 所以我當下的時候 那時候是為了這個事情 所以我特別就把自己 設了一道防線在那裡 那防線就是 你要跟我談事情 OK 跟我談情所愛就不必了 很緊守奮契 正氣凜然 好 剛剛聽的都是 明天想再次 我想也是這樣 剛剛是講下屬的 下屬的就是 好 但是現在如果說是 你們是位置差不多的 同輩的 同輩的 那這種狀況會是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 界面怕尷尬 同事嘛 甚至被排擠 因為一放晚還是要保啊 沒有錯 而且更小燈就低 對 這個後面是更難處理的 橘子呢 那我朋友是被他們公司 也男同事也是瘋狂的追求這樣 然後比如說 溫馨接送情啊 三餐就是照送啊 然後有時候還會有名牌小禮加持 那因為他真的很不安 而且他已經拒絕好多次 可是你知道公司 就是有很碎嘴的人 就是會 就是拱他們啊 然後就是亂講啊 然後他對 他真的是被逼到 他真的是受不了 他就很崩潰 然後他會直接當搭的面就說 我真的是不喜歡你啦 走開 然後 當然那個男 就是他的男同事就很傻眼 就沒面子 然後其他同事很尷尬 雖然這件事情就結束了 不過他從此以後就被淪落到 那男同事就開始會說 他拽什麼拽啊 他真的以為他很美嗎 還是什麼的 就是 開始就是不知道走到哪兒 所以不知道說他壞話 對 所以就是很麻煩 可是我們今天真的沒有兩性專家 有點麻煩 因為通常碰到這種狀況 你就知道不要怎麼解決 所以我記得我那時候 曾經被我一個 應該算是同事 可是他比我稍微位階 稍微高一點點的 然後他就追求跟你示愛 比方說去看電影 類似孝晨哥剛剛提到的狀況 去看電影 吃飯 或者去逛山 去郊外走走這樣 因為那時候我真的 他真的不是我的菜 然後我也不喜歡這樣子 好 然後一次 兩次 三次 到最後 後來我開始聽到公司 有留言傳出來了 然後就說 我跟他已經有好幾腿了 然後甚至就說我跟他上床了 我跟他關心卑鄙尋常 我跟他發生了什麼什麼什麼 啪啦啪啦 就一堆就出來了 我當下我其實覺得說 奇怪 那你又沒有辦法去 你只能說 不要笑成哥 他是我同事 他比較熱心一點 他說文婉 你該不會跟那個誰誰 真的怎麼樣了吧 如果他關心 我有辦法解釋 可是我發現 碰到這種狀況是 他得不到 他就惡意把你弄得很臭 我覺得這是很麻煩的事情 月琳哥 這確實會引起 剛剛是下屬 同事也有跟你交代過嗎 那不是我的故事 是我同事的故事 那一年 公司來了一個新的女同事 老實講 從進公司大門的那一刻 全公司的都被他那種清新脫俗的氣質 所震懾住 那我們公司有個A君 A君呢 A君呢 A君其貌不一樣 A君其貌不一樣 但是性格樂觀開朗 這樣的男生 其實有時候也會滿討女生歡心的 他就無法自拔 然後就要瘋狂的追求他這樣子 多殷勤 也不管這女生要不要 就是常常會主動在工作上幫助他 也是送他回家這樣 這個女生壞就壞在什麼地方 你知道嗎 他也是不拒絕 我覺得這個世界上 大多數的悲劇的起源 都是來追不拒絕 對 這個女生把這個A君當作許願池 都沒有數位相機 看大家這樣拍 好癢喔 什麼之類的 好癢 沒有數位相機 你現在最會養的是徐薇老師 為什麼 因為你才經會養 剛剛吃太多 現在養了 剛剛吃的都新鮮 好啦 那這個就是 大家聽了就笑一笑 只有這個A君會當真 隔天呢 這位淡藍色洋裝的美女 她就會收到A君送來的數位相機 然後沒多久呢 然後沒多久呢 她可能又有新的一個想法 可能要手機 又包包 所以把A君當作許願池 讓來處理 也OK A君的做法也沒什麼不對 因為你要追求人家 沒錯 對 如果這個女士 後來接受A君的追求 這一切可能就是一個浪漫的傳奇 偏偏就不是這樣 A君是熱臉在貼冷屁股 因為我們全公司人呢 大家都認為說 他們兩個好像在一起 那A君每次私下跟我們聊天的時候 也都會講述說 他跟他在一起的一些對話的細節 沒有講行為的細節 因為似乎沒有發生過什麼行為 都是對話 一種那種小小的這種調情這樣子 有一天呢 大家在KTV聚餐 會起哄 因為酒喝多了 我們就起哄說叫A君呢 跟這個女生呢 先是要他們坐在一起 那坐在一起會有個距離嘛 那我們就會擠嘛 那你們也會擠嘛 他們看我搞得很近 然後就會玩腦梗了 就會叫A君呢 A君我跟妳講 妳要怎麼牽到她的手 妳知道嗎 A君 謝謝 那A君就開始講了一個說 我問你們啊 你們知道這個 章魚怎麼握手的嗎 然後大家說怎麼握手 其實大家都知道 那因為這個A君就會示範了嘛 他就牽起了這個女生的手 那手見你 手見你 對 章魚 因為章魚不是耍很多嗎 章魚握手是這樣 欸 有聽過啊 有聽過啊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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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行為已經讓這個女生 稍微面有難色 因為他們之前都只是 言談之間的調情而已 然後握完手以後呢 大家進一步一定開始 喇喇喇喇喇 那A君呢 那A君還會搞笑說 喇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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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同事之間這樣還好啦 因為他可能就當作 在那邊鬧 那認為這個女生應該也會接受 沒想到那女生就 綁住他的臉 不要啦 不要 我真的不喜歡 那這個男生還以為女生 又犯的那個女生是嗎 不要就是要那個 那女生不是每次說不要就是要嗎 然後這個 沒有啊 從來就沒有 不要就是不要 總之很多男生都有這個錯誤的見解 對不對 我會有這種錯誤的 不要就是要 那女生就不高興了 她說你不要這樣 我再跟你講一次 我再警告你一次 我數到三 你再這樣的話我真的要翻臉 好 那整個氣氛就怪怪的了 空氣就凝結了 然後呢 這個A君呢 就開始有點在醞釀 想要那個畢名的那種情緒 那壓倒A君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呢 初出社會 對 許老師也慘遭老闆的賢豬手 想著想著 她忽然間跟我講說 手就碰住我的手 想到這場面 我們笑一笑著 壓倒A君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呢 是這個女的就離開一下 感覺上好像要去尿尿之類的 其實她去講電話 過了二十分鐘以後呢 有一位風度偏偏的男士 就出現了 然後就坐在這個女生的旁邊 原來 她根本一直都有男朋友 那這個年輕風度的男生 就是她的男朋友 那她今天就覺得說 在這邊好像被大家起哄成 好像非得跟這個A君在一起不可 所以她只要死出殺手箭 把她男朋友給找來了 那她男朋友卻只各方面的條件 那個完全完爆那個A君 完爆那個A君 因為人家那個身上那個 那個西裝那個感覺 手上戴露雷 她頭髮這樣子 然後一坐下來就說 你們工作很辛苦 謝謝你們都照顧我女朋友 今天這套我買單了 明天我來請你們去吃海產 那場裡面吵架 那場裡面吵架 然後A君就有點故意的 就說 不要講這些來喝酒 就一直想要用喝酒來墊湯 因為A君唯一的端場 可能就只剩下酒 喝著喝著喝著 終於悲劇就發生了 因為A君就開始跟這個 她男朋友 她如果有點小吵架 因為喊拳 然後她拳她喊得不清楚 她覺得她輸得不甘心 然後到最後就翻桌 翻桌就搞得大家播放和閃 那沒多久這個女生呢 在男朋友的建議之下呢 就離開公司了 拜託A君的糾纏 其實我真的覺得 同事跟同事之間 本來就很容易日久生情 但我覺得在一個公司裡面 其實真的不好 像我跟我老公 應該也算是辦公室戀情 因為我們那時候 在唱片公司的時候 我們的桌子跟桌子 是靠在一起的 對 所以那時候我們變成說 在談戀愛的當中 就很怕公司同事知道 也很怕老闆知道 那時候是嚴格禁止 我們交往了三個多月 公司沒有半個人 一個是男偶像 一個是玉女 對 然後要去哪邊 都是我老公先離開公司 然後你會搞得神經質 因為你怕被發現 那有時候譬如說 老公要送我回去 他就會先離開公司 然後在外面待個半個小時 再傳那種BB Call給我 然後我再出去 所以我不是很贊成辦公室 跟辦公室這樣談戀愛 那我 你看包括到我們後來結婚 剛剛薛瑞老師講 我跟我老公結婚的時候 其實對一個公司跟老闆 是很大的一個傷害 因為公司的兩個藝人 突然就結婚 同時變成不是偶像 對 操盤要重新 那事情曝光的時候 老闆有找你們去那個嗎 對啊 有啊 老闆那時候 其實有跟我們說說 在大家都還不知道的狀況下 就分成分愛 對 勸你們離開這樣 因為在那個年代 歌手跟歌手 談戀愛是一個大忌 為什麼後來沒有Tay 你知道嗎 為什麼 來不及了 因為已經豬胎案結了 有了 對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算是有一個很好的結果 可是你有好的結果 對 但是我以前一個朋友 也是辦公室戀情 那就真的是 有時候譬如說 情人跟賢資也在辦公室 如果感情好的時候 每一次男的走過來 就會摸一下女的 那同事之間大家就可以看到 真的嗎 那女的會 對 他就會摸一下屁股 或撞一下 然後來一下腰 那我覺得辦公室就很糟糕 那女的就會常常就會 叫那個男的小明 那這是感情好 感情不好的時候 兩個就常常會失蹤 然後你就會發現 他們會在茶水間 或在樓梯間在談判 要不然就男的過來 會丟一個紙條給的女的說 出去談 然後女的就要出去 所以就我覺得 辦公室跟辦公室這種 頭是間的戀情 其實對一個公司來講 是不好 很好 以老闆的角度 不是開始 對 其實有很多行業 他有敬愛條款 有這樣的一個敬愛條款 像例如 除了演藝圈之外 銀行有時候 他會有敬愛條款 有經歷的問題 還有像例如空服員 有些航空業的話 他有這種 那前段時間 某家電視台的時候 他也寄出他一個敬愛條款 就是說 他希望他員工之間 不要去談戀愛這樣 為什麼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說 在某些行業裡面來講的話 他會出現一個 剛剛前面 後來有講過的狀態 如果兩個人相處好的時候 然後說出來沒什麼問題 不好的時候 就天下大亂 就是故意弄來弄去這樣子 那有時候像這種 同事示愛的情況的時候 如果說今天你願意接受 都沒問題 你不願意怎麼辦 我以前就有碰過一個 我們有一個 當時在電視台裡面 有一個男記者 他長得還蠻帥的 一八幾公分 然後還蠻帥的 而且學歷又好這樣 有一天的時候 他從外面採訪回來的時候 發現桌上有一個蛋糕 這個什麼木屋的蛋糕 那個很有名的一個蛋糕這樣 那個蛋糕的時候 打開來一看的時候 的確上面真的還 還這樣很精緻這樣 上面還寫了一個什麼 什麼I love you 什麼辛苦了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小名 假如說他是陳 胡椒陳 他講陳陳 這樣舉例這樣子 疊字這樣子 對 那時候看到這個蛋糕的時候 你知道所有人全部畫藍 你知道 尤其有一些女生有沒有 就會吃醋 然後我們這些當主管 有沒有看到這樣的話 情況一定想說 這一定是辦公室戀情 有沒有 一定有那個什麼 可能愛戀他的小女生有沒有 給他這樣 給他這樣弄一個蛋糕 在那邊這樣 大家都開始在那邊 旁邊在這樣 就有點跟他在開玩笑 這樣子有沒有愛你 好啊 其實他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終於那個送蛋糕的人 中午就現身了 你知道嗎 他說我們也是電台裡面 一個編輯 問題他是個男生 其實同性戀沒有不好 但是你知道對方要 我說那是男的送給男的 對 男的送給男的 問題是我們這個 一八姐這個記者 他是異性戀者 你知道嗎 他有女朋友 那可能是因為他的那個狀態 看起來感覺起來 其實同事之間彼此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你知道 他就是應該是 他那有點中性的那個樣子的時候 他混淆到另外那個男孩子這樣 結果他出現失害的時候 當下的時候 那個整個辦公室 有那一小區塊 空氣凝結 你知道嗎 所以凝結起來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尷尬 很糗了這樣子 後來的時候我覺得那個男生 男記者 對那個編輯 結果我覺得還不錯 你知道 他就跟他講說 我還是真的覺得我滿高興 因為你還滿欣賞我 這是我的榮幸這樣 可是我們真的不可能 因為我喜歡的是女生這樣 這叫婉拒掉 還滿理性的婉拒 這婉拒掉 所以我講說 當你同事要示愛的時候 說實話 是很危險的狀態 為什麼 因為剛剛像文婉也好 然後玉琳也好 或後來講 都有講到一種類似的狀態 就是你同事之間的時候 避免 因為大家會撞在一起 會很尷尬 所以能避免盡量避免 但如果說 你對方的一個示愛的話 你真的覺得沒辦法的話 你就婉轉跟他講 但是 不建議用那種水的激烈手段 因為會很慘 那也是 OK 所以你看喔 一步一步來囉 下屬同事 我覺得現在麻煩了 因為這還有權力上面的影響 對不對 如果是主管一下 你示愛怎麼辦呢 拒絕不拒絕 都會影響工作 真的 我是自己有遇到 就是之前的主管 就是他對我展開追求 我是直接拒絕 因為我是怕影響工作 後來就是我同事跟我講說 他有女朋友 然後我就想說我這樣子更糟 然後我就就是都跟他講話 後來隔了大概半年 他在Facebook上面上傳他跟他現在老婆的結婚照 然後他就想說那他就是結婚 然後後來那男生還是就是騷擾我 就跟我講說 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啊 然後我還有沒有機會可以追你啊 之類的 對 然後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你都才剛新婚而已 你應該要好好珍惜你老婆才對 結果他竟然回我說 我還沒有 我還沒登記 他回我就覺得他好糟糕 然後後來我就很害怕 跟他單獨共識 然後都會請同事就是 幫我跟他結洽 他好像很頂上你喔 真的 你怎麼訂 很恐怖 你現在說的是主管 還有一種是你的客戶 這都是在利益上面 他可以控制你的 對不對 阿倫姐妳有被主管表白過嗎 我其實婚前被老闆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太多 但他的一些行為讓我很不舒服 那時候還是歌手吧 還是已經 還沒當歌手 還沒當歌手 那那個老闆就是他 我知道他在那個行業人員很好 那也有一些職員跟過他 那我去的第一年就是 他常常就進辦公室的時候 他會特別看你一下 然後他會問你一下 怎麼樣還好嗎 最近工作怎麼樣 他會特別關心你 那女孩子都會比較敏感 我是到後來怎麼樣 後來就是我參加公司 第一次尾牙 尾牙不是都會喝很多酒嗎 對 那個老闆那時候我二十出 他大我二十幾歲 四十幾歲 然後他喝醉了他就跑 像玉琳哥現在這樣嗎 對 他跑過來抓著我的手 他抓著我的手 他就這樣擠握著我的手 然後眼睛就很 季酒莊風 眼睛很 而且全部人都在喔 在那個餐廳裡面 他就來抓著我的手 然後眼神你就覺得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他就說浩然 我們一起努力一起加油 然後就很噁心 就想說 我才剛進公司多久 我跟你弄什麼力加什麼力 不是 因為他講的那個話 就很怪嘛對不對 我就很不舒服 然後他就抓著我的手 一直在跟我講 叫我跟他一起努力加油 什麼的 我後來一個月後我就離職了 太不舒服了 不是 因為他的那個動作 我一個正當一個正常的老闆 他不可能在尾牙喝醉的時候 他來抓一個女職員的時候 要你跟他一起努力啊 對啊 怪 我碰過類似這種事 你有 我年輕的時候長得滿可愛的 現在眼睛很可愛 不要忘記北北 所以我現在真的要命 他請你想像我年輕的時候的樣子 你現在就是小龍女的容貌 你知道嗎 八年我不是在補習班教書嗎 他補習班老闆是男的 然後他老闆娘是排課的老師 也是因為他們我們老師上課很忙 平常老闆也碰不到老師 因為我們不是那種 共識同事的工作狀況 是我們獨自上課 可是尾牙的時候就會 老師聚在一起 我們老師上課很忙 平常老闆也碰不到老師 因為我們不是那種 共識同事的工作狀況 是我們獨自上課 可是尾牙的時候就會 老師聚在一起 那尾牙一定要敬酒 儘管我是年輕老師 那老闆還是要 謝謝你這一年的辛苦 對 敬個酒 酒喝多了以後 手就 辛苦了 摸一摸 我覺得那個老闆娘 萬見穿西那個眼 就這樣一直看過來 結果呢 到明年新年排課的時候 我的課排到盧州分校 那我待會說 這課表 我這個早上在 舉例好 早上在盧州 晚上在耳內湖 這樣講 好遠了吧 我說我這樣根本 可是那時候老師 騎腳踏車上課 沒有 我坐公車成標 公車 那時候還坐公車 我就是跑課很節省的那種老師 很遠耶 我不可能用計程車浪費錢 我說我這個 我去找老闆說 我這怎麼辦啊 那老闆就跟我 對 義正言辭說 這個學老師 我知道這個對你不公平 那可能我去跟舉例 陳主任 陳主任其實就是他老婆 可是他都說是陳主任 我一直跟他說 講一講說 我說那老闆 貝多你要幫我調 這樣我沒辦法 跑這個課 那我不跑這個課 我這一天的時代 我就浪費 賺不到錢 講著講著 他忽然間跟我講說 手就碰觸我的手 他不是這樣 你也是這樣 他就碰觸我的手 很噁心 就跟我講說 他就是這樣摸摸我的手 我們降一下腳 他不是 他是這樣 他不是這樣 他不是這樣 這都是性騷擾 真的 是性騷擾 這樣構成 結果他就這樣子 他就這樣子 然後就說 把你的聲音就被戳出來了 學老師你沒洗澡 我忘記了 那也是有可能 一些粉底灰 我剛上來的時候 拿到新年度的特表 都是誰 然後拿一次 好想 他錄一錄他 他跟我說 他跟我講什麼 他跟我說 徐老師 那天聽你講說 你很喜歡狗 我常說我很喜歡狗 那時候我養一次阿基達 常上課常講 那個狗的故事 給學生聽 聽你說你很喜歡狗 我也很愛狗 但是那個陳主任愛貓 我們一直因為貓狗 要養什麼 吵架 就跟我講 他跟他帶來的關係 年輕女孩剛進入職場 如果碰到你的老闆 不管是這樣 真的會害怕 很害怕 像我一個朋友更誇張 他老闆跟他握手的時候 摳他的手掌 好恐怖喔 直接摳 他就在握手的時候 然後就這一隻手 他就去摳他這邊 然後他還來問我們說 他老闆是什麼意思 不過因為今天講到 是有主管 同事來下屬 這個要避免的話 玉琳哥再教一下 怎麼避免 我剛剛講了那麼多故事 其實重點都是一個 一切的悲劇 都是從不懂我拒絕開始 所以我覺得 該拒絕就是要拒絕 如果是獲犀 或者是一拖再拖 或者以為可以以拖待變 或者以為環境會改變 那個都是不切實際的 所以我倒覺得 當然我們拒絕 可以分嚴厲跟委婉 委婉 委婉但又讓對方 很清楚的了解 有時候這個一個好方法 即便你沒有男朋友 沒有女朋友 只是你為了拒絕這段戀情 老實講 你請女朋友來幫忙都可以 就是杜絕 他對你在辦公室 進一步的遐想 所以一開始就要say no 對… 不要就是什麼 還是不要 我怕你有沒有會受益 Mina abe 來 於嗎 arch